哈喽,上年级的小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Juan老师 今天我们要学一学长度的加法和减法哦 请大家准备好你们的练习书,然后翻开这一面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所以在这边的笔记呢,我们可以看到长度的加法 所以你们注意看第一题,当我们来到长度的加法呢 其实它跟我们普通的加法有一点点的不相同 怎么说不相同呢 因为你注意看,在这边呢,你的题目呢,它会有两个单位 它会出现单位,它可以是M和CM 它也可以是CM和MM,或者是M和KM都可以 所以当我们在加的时候呢 来,你注意看这边,它的很是 9M64CM加7M20M 所以当我们在加的时候呢,我们是CM的部分相加 加完了之后,我们才来加M的部分 所以直续呢,我们就会有这样子分M的部分和CM的部分 或者是,你们注意看荧幕哦 或者是另外一种写法呢,就是我们将M和CM 我们这样子写在上面 然后这个9是在M的部分,对不对,我们在M的单位下面写9M 这个64是属于CM 所以在CM这边,我们写上64 9M64CM 再加 这个是7M 所以在9的下面写7 20CM 60的下面 64的下面写20 这样子的写法也是可以 所以我们在算的时候呢,注意我们一定要分一半 我们要从CM 从后面算起 CM算完了,才来算M OK 这个就是长度的加法 它的写法是这样子 那么还没有开始我们的练习之前呢 OK 老师先让你们先观看一支影片哦 这个影片会教你们关于长度的加法 要注意看哦 因为长度 当我们的CM满100了之后 我们会有不一样的做法哦 大家要注意看 CM满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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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好 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学长度的加仿 题目 燕红的身高是134cm 他的哥哥比他高12cm 燕红哥哥的身高是多少cm呢 要找出哥哥的身高 我们用134cm加12cm 我们将会得到答案146cm 我们先观察图片 然后我们要找出从医院到学校需要多少米 我们以速式进行运算 75米加150米等于225米 题目 黄太太剪了两条6米的红色彩带 和一条8米的青色彩带 她共剪了多长的彩带呢 同学们请注意看题目 黄太太剪了两条6米的红色彩带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6米加6米 和一条8米长的青色彩带 再加一个8米 所以我们最后得到的答案是20米 认真观察图片后 我们看一看题目 人为先去找艾拉 然后两个人一起去摸汉的家 人为共走了多少米的路 首先第一个步骤 我们要找出人为家去艾拉家的距离 然后我们再找出从艾拉家再去摸汉家的距离 人为的家去艾拉的家一共是138米 再从艾拉的家去摸汉的家一共是124米 所以人为一共走了262米的路 接着下来这一题是连加法 11M60CM加7M95CM再加5M20CM 首先我们会得到的答案是23M175CM 当我们看到CM部分满100CM时 我们可以把它换算成1M 所以在这里我们加1M-100CM 最后我们得到的答案将会是24M75CM 我们一起来看最后一题的连加法 5M84CM加7M12CM 再加4M26CM 首先我们会得到的答案是16M122CM 同学们要记得CM的部分满100我们就换算成M 所以在这里我们用16M122CM加1-100CM 最后我们会得到的答案是17M22CM OK 来小朋友 大家注意看这一题的题目哦 我们在做长度的加法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很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就是我们讲M和CM加起来之后呢 你就是要注意的是我们的答案一开始我们会得到的是16M122CM 那么你们一定要记得一定要记得我们1M只有多少CM 有谁还记得吗 那一个单位的我们1M我们有多少CM呢 100 对了1M我们是只有100CM 然后122呢 它已经是超过了 所以我们在CM的这边 我们减100CM 我们在减的同时 你注意看长边红色的Balloon这边 它说CM部分满100CM 我们就要把它换算成1M 所以呢 我们在减的同时呢 我们的前面M的这边16M 我们就加1 所以拿122减100 我们会得到22CM 16M加1 我们就会得到17M 这个做法 这个中间 这个蓝色 有没有看到 小鸡也是有教你多注意的 这个做法呢 你们要多注意哦 真的要多注意 OK 如果你直接拿16M 122CM 是作为你的答案呢 是错的 虽然加起来的答案是正确 可是你少了换算 这个部分呢 老师也是会给你错的 OK 所以一定要记得 凡是超过100CM 我们就是要进行换算 OK 这个一定要记得哦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浓 这句话的意思是 想要看到无穷无尽的美丽景色 应当再登上一层浓 比喻 想要得到更大的成功 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 谢谢 请大家翻开这一面 我们来尝试做一做 长度的加法 大家往后翻 翻开这一面的练习哦 有没有注意看到这一面的练习 我们要看的是练习二 关于长度的加法 它有加有减 我们先来看看加法 首先来我们一起来看第一题 它给你的是4M 28CM 加3M和15M 那么大家可以准备一把尺哦 我们在中间这边画一条线 画一条线呢 就是提醒你 我们在加的时候呢 我们要分开加 我们要先加CM开始 从后面加起 单位跟着写CM 然后呢 我们就照样的先加 拿8加5得到多少 8放一心里 我们的手开5 8的之后 9 10 11 12 13 我们会得到13 对不对 那么这时候你的10呢 它还是属于CM 它还是属于CM 这个单位 所以我们可以在2的上面 进位10 这边写3哦 然后拿2加1加1 2加1加1 我们就会得到4 OK 先放着 CM加完了 我们才来加M 4加3 我们得到7 所以这时候你要注意看 你的CM 有没有超过100呢 没有 对不对 所以当CM没有超过100 我们就不需要做换算 你们可以来 大家一起写在这一边 N1C 不是 1M 等于100 CM 来写出来这一个 让自己多记得 1M 我们有1米 就是等于100厘米 100CM的意识 大家要跟着写出来哦 1M 我们是有100CM 所以在这边呢 你注意看你的第一体的CM 这边 它没有超过100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换算 只有超过100的呢 我们才需要换算 OK 那么现在来 再拿你的尺 在第三体的这边呢 画出一条直线 让你自己知道 我们在做长度的时候呢 我们有两个单位 一个是M 一个是CM 所以我们的CM的胶 就是那个进位呢 我们是不可以进到M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三体 单位 CM 照写 0加5 我们得到5 6加4 我们等于多少呢 6加4 10 对不对 那么这时候的这个10呢 你可以把它进在M吗 不可以 因为这个10 是属于CM的 所以我们就照样在5的前面 写10 你千万不可以把那个10 进去M哦 是不对的 OK 要记得 我们CM是CM M是M 所以当CM满10的时候呢 没关系 我们就这样子照写 我们就会先得到105CM OK CM加完了 放着它 我们加M 2M加4M 我们得到多少呢 2加4 我们会得到的是6M 对了 所以这时候 你可以 你跟老师说 老师 答案是6M 105CM 对吗 对了 你算出来 这个答案是正确的 只不过呢 你要记得 我们1M 只有100CM 那么这边 105已经超过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在105的下面 减100CM 减100CM 减100CM的同时 我把它换去M 所以在6M的下面 要写 加1M 然后再画线 才能够真正的 才能够真正的 得到我们的答案 105-100CM 我们会得到5CM 6M加1M 我们会得到7M 所以最后的答案呢 是7M 5CM 才是正确的 那么现在呢 来大家尝试自己完成第四题 老师给你们两分钟的时间 自己尝试看第四题 再来大家尝试看 再来大家尝试看 谢谢大家尝试看 大家尝试看 大家尝试看第四题的答案了吗 尝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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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来看 首先呢 第四题 他给你的是7M 20CM 加2M 88CM 所以我们就先将CM的加起来先 试看哦 单位找写 单位找写 0加8 我们得到8 8加2呢 手开8 再开2 我们就得到10 对不对 那么记得哦 那么记得哦 你的10还是属于CM 所以我们不可以将这个10 进位去前面的M 所以我们会得到108CM OKCM加完了来加M 7M加2M 7加2 对了 等于9M 所以这时候要记得1M我们只有100CM 对了 在CM这边呢因为108已经超过了我们必须要减100的100CM 减100CM的同时我把它换成M加1M 对了 所以算起来呢108-100我们得到的是8CM 9M加1M得到10M 所以最后呢你们的答案是10M8CM OK OK 对长度的加法还OK吗 有什么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吗 长度的加法 目前我们完成的这三题 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要发文 没有 大家都OK 那么我们就要尝试进入长度的减法咯 大家 嗯 减法又不一样了 所以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呢 来同样的老师要给你们看一支影片 在这支影片呢他就会教我们 关于长度的减法 因为你们看回去你们的笔记哈 你们的笔记 你们可以自己看一看长度的减法呢 你们可以注意看最下面的这一题 你看哦 他拿11M15CM 减2M30CM 我们看前面的这边就好 前面的这一部分就好 你看他的值是11M15CM 减2M30CM 所以你不能够 5能够减0我就跟着减 不是你要看整个个体 你要看15CM 能不能够减30CM 就好像这边15是不能够减30的对不对 所以你就要看这个格子 当我们遇到不能够减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向M的部分借1M 像M的部分借1M 可是你借了之后呢 你要自己将它换算成100CM 100CM再加你原本有的15CM 所以你注意看他的上面 他的15已经被删掉 他写成多少 他写成 嗯 115 115能够减30再来减 所以在减法这边呢 他有稍微的不相同 有一点点比较难 没有关系 我们先看影片先 看了影片了之后 我们再来一起探讨 关于长度的减法 ok 大家专心的看哦 ok 大家专心的看哦 同学们好 同学们今天我们要学的是长度的减法 观察图片 题目 题目 下图显示千笔和钥匙的长度 计算这两个物件长度的差别 当我们看到 当我们看到题目写差别的时候 我们就要把它进行减法 千笔从0到6 所以千笔是6CM 而钥匙呢 却是从1CM开始到4CM 所以钥匙其实只有3CM 在这里 老师要提醒同学们 必须卸心观察图片 当我们得到这两个物件的长度后 便可以开始进行减法的运算 6CM-3CM 我们会得到它们的差别是3CM 题目 微微与钥匙加距离68M 微微在前往轻轻加途中 因为自行车故障停了下来 只走了32M 它距离轻轻加还有多远呢 要找出微微距离轻轻加还有多远 我们必须用68M-32M 最后我们得到的查案是36M 我们先观察图片 大汉山高 2187米 沈山的高度是4095米 题目 两座山的高度相差多少米 同学们 当我们看到题目有相差这两个字 通常就是用来减 所以我们用4095米 减2187米 我们将会得到答案1908米 题目 黄老师有一条15米长的彩带 他用彩带布置课室后 剩下11米45厘米 他用来布置课室的彩带是多少米多少厘米呢 根据题目 我们要找出黄老师用来布置课室的彩带长度 所以我们要用15米-11米45厘米 首先我们要进行厘米部分的减法 因为厘米是0 所以我们要向米介一 介一后换算成100厘米 100厘米-45厘米剩下55厘米 接着我们继续进行米部分的减法 14米-11米剩下3米 所以15米-11米45厘米的答案是3米55厘米 最后一题的题目是连剑法 19M 60CM-7M 94CM 再减1M 20CM 同学们老师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当我们做连剑法的时候 必须要进行第一部分减法 然后再进行第二个部分的减法 所以首先我们要用19M 60CM-7M 94CM 我们先进行CM部分的减法 CM部分如果不够减 我们就向1M借 然后换算成100CM 所以首先我们得到的答案是11M 66CM 得到第一次答案过后 我们再进行第二个步骤的减法 11M 66CM-1M 20CM 最后我们得到的答案将会是10M 46CM 十有所短 寸有所长 目有所不足 自有所不明 这句话的意思是 人都各有长处 也各有短处 彼此都有可取之处 没有一个人全是优点 也没有人全是缺点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 谢谢 OK 好 来 我们的练习 来 我们来看一看 到底长度的减法该怎么做呢 那么在刚才的影片是不是有 大家有没有注意看到最后一题呢 老师有告诉你们 就是我们在不够减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和M借位 但是当我们借位的同时呢 我们必须要把它换成CM 来 我们来看一看 看回我们这一面的练习哦 大家准备好了吗 大家准备好了吗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来看一看第二题 5M40CM-1M7CM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要看的是 大家注意看 同样的我们拿尺 大家准备一把尺 我们画一半 所以我们的加法和减法同样的 我们要从M看 CM看起 从后面看起 所以在这边 请问40M40CM能够减7CM先吗 我们要看整个个体的整体 可以对不对 ok 那么可以的话呢 我们就不需要在和前面的借位了 我们把40CM来减7CM 我们就当做它是普通的减法了 因为它能够减 它能够减我们就当做普通的减法来减了 不过我们的单位照样是写CM 0不能够减7 我们增着世界4变3 0我们变成10咯 所以拿10-7 对了是等于3 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写3 然后对上面有东西键 我们就要拿 所以这时候我的M 我有借给CM吗 没有 是不是 所以我就直接拿5M-1M 我就得到4M 所以4M 33CM 就是我们的答案了 来大家将第二题的答案写下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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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了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 最后一题 那么在这边呢 你注意看哦 它的题目不相同哦 他给你的是10M 10M一个 他先要你来减29CM 注意哦 先是减CM 减完了这个 才来减8M 60CM 大家有没有看到 他其实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在做减法的时候呢 注意三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有没有看到 一个 两个 三个 三个减的时候呢 我们是不能够三个一起减了 我们必须先完成的前面这一个部分 10M减29CM 大家来注意看 到底10M要怎么减29CM呢 我们一定会 你们一定会很好奇 哈 老师 一个是M 一个是CM 哦 怎么减 能 它是能够减的 来 大家来看一看 首先呢 我们先把单位 来 大家一起写在上面 M 和CM 大家跟着这样子写出来 然后一开始的是10M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10M的这 M 这边呢 我们写上10 所以10M 它给你的是没有CM 对不对 没有CM 就是代表0 哦 所以你们自己在CM 这边写上0 这个0 我们可以自己补起来的 我们可以自己补下去的 然后减 29CM 这样子 有没有注意看到 当我们把这个0写出来的时候呢 你就要看 0CM 请问0CM能不能够减29CM呢 能吗 我们要看整个0CM能不能够减29CM 不是0减29CM得到29CM哦 0 是不能够减的 所以在不能够减的情况之下呢 该怎么办 还记得吗 小朋友 我们应该怎么办 对了 我们和M借位 对 我们借1 所以这个呢 大家跟着删掉 10 就变成9 对不对 我们借过来 这样子跟着画箭头 我们借过来 1M 我们要把它变成多少CM呢 对了 100CM 所以因为这边原本是0了对不对 所以我们自己在2的上面补一个0 0的前面写1 把它变成100 那么现在100能够减29了 来大家减减看 会是得到多少呢 我们来看 100减29会得到多少 0不能够减9 我们和前面的借前面又是0 这个0就要跟1借 1变成0 这个就变成9 它会变成9是因为它往后借的 所以后面的一个0就变成10 10-9 得到1 9-2 得到7 对了 我们会得到71CM 然后呢 减完了M 减完了CM 来看M M9没有东西减 我们就照写9 所以我们会先得到 9M 71CM 然后这时候我们再来continue 减我们的8M 60CM 然后大家自己注意看 需不需要和M借位呢 不需要 对了 因为71 足够减60 所以我们不需要借 我们就直接减下来 1-0 得到1 7-6 得到1 等于11CM CM CM减完了-M 9-8 我们得到1 所以 最后我们的答案呢 是会得到1M 11CM 所以在很式这边 写上1M 11CM 才是我们最终的答案 平凡 好了 并不要 终会 其他人 这边 你 你 我 看 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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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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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开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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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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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算到答案了吗 还没 还没呀 我们来看一看16乘以8 16乘以8是得到多少呢 我们来算 那8乘6 86多少 我们被8的乘法表 86我们得到48 对不对 所以我们拿这个4敬畏在前面 48 再拿8乘以818 8再加敬畏的4 我们就得到12 那么你这个12呢 是属于cm 所以你不可以把它带去m哦 所以你的12要照样写在cm的位置 你先会得到128 ok cm乘完了 我们来乘以m 拿8 带去前面给6 86得到多少 86我们就会得到48 所以首先我们会得到48m 128cm 那么在这边我们需不需要进行换算呢 需要的 因为呢我们满1m只有100cm 现在我的cm超过了 所以我必须要在我的cm这边 减100 减100的同时 我的前面要加1 然后再画线连起来 128减100 我们就会得到28 48加1 我们就会得到49 所以最后我们的答案是49m 28cm 这个才是我们最终的答案哦 一定要换算 没有换算呢 是不正确的 大家检查看自己的答案 OK 大家都好了吗 好吗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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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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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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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